我们再把焦点来转到香港 香港两个乐园 海洋公园和迪士尼乐园 去年的游客双双破纪录 分别有700万和590万人次 由于有新景点的落成 预期今年人流会再次创新高 而两个乐园都表示 没有计划加价 海洋公园主席盛志文 在公园35周年庆祝活动 惊慕礼上表示 公园去年录得破纪录 700万名访客 餐饮及零售收入 均有超过五成的增长 又公布 三月初将开放新景点 香港老大街 会有复古电车 访天星码头钟楼 人力车 大排档等让市民快旧 预期今年人流会再创新高 在海洋公园居住超过35年的 有海豚杰西 另外我们的国宝熊猫街间 也将踏入他的35岁生日 他是目前世上最长寿的人工 自养熊猫 而香港迪士尼乐园入场人数 也创新高达到590万人次 除税前盈利增幅超过一倍 达5亿600万元 净亏损大幅缩减6成7 至2亿3700万元 乐园正构思第二轮扩建计划 并将赚到的5亿多元 全部投入新计划 不用港府资助 迪士尼与海洋公园都表示 两者主题不同 也并非是竞争对手 双方都表示没有加价的计划 澳亚卫视罗燕云 梁伟雄香港报道